因為過去有修復師說 它那個碗的價值 介於2000到5000萬之間 那它修復以後價值可能會砍 販賞的請教會不會 請教會不會 我覺得文物的價值 它是有一定的評估 我當然尊重任何 任何專家的評估 那文物損毀事件 它確實已經發生了 那這個東西呢 就好像已經發生的事情 你不可能再倒回去 所以我剛才已經講了 對於發生這樣的疏失 我代表同仁 跟大家鄭重的致歉 那今天我們要展現的就是 我們後續文物破損之後 故宮到底要做什麼呢 我說我們在工作的這個流程 還有文物的包裝都做了改善 那最重要的面對那三件作品 我們也盡全力修復完成 所以這件事情對故宮來講 是一個很大的教訓 那我不敢說它危機就是轉機 我的同仁剛才透過修復影片 有告訴大家 我們確實真的 真的想要重新跨出這個修復的第一步 所以是透過這三件作品的呈現來表達 我們經過檢討繁析 用修復完成的作品來跟大家講 我們把它修復好了 那我們也會繼續教訓 未來在工作在保存上面 都會更加的努力 謝謝